我老公去完杭州,他吃了杭州的农家菜 农家菜有洋葱、豆干和获筍 他吃完后,他跟我说他很想再吃 那我就试煮了,如是者煮了三次之后 就能在杭州吃的农家味道 有两个做法,切片的做法是贴近农家菜的做法 吃下去,获筍的口感会更好吃 切了丝之后,获筍会没有那么爽口 如果不炒的话,可以不放洋葱 可以加入一些醋和糖醋去搅拌汁 之后可以加入飞了水的豆干、获筍和甘筍 混合后,就可以做到一个冷盆 首先,把获筍、豆干、甘筍切丝 然后就备用了 切好丝之后,就将获筍、豆干、甘筍去飞水 大概七成左右就可以捞起,就是停水了 先炒香洋葱炒至一半之后,就下姜蒜 再炒到洋葱至金黄色之后 就可以将获筍、豆干、甘筍回锅 然后将酥蠔油和其他调味料加进去 加完之后,就可以把它们拌匀 这样就完成了 不要小看自己的小步 吃多点素,都一样可以减碳 六条家中,没有难度 Creen it yourself!